政府的土地要開發很容易 不是杜根,杜根是很麻煩的 八年已經浪費掉了,都沒有 變成放棄掉 在下一任的市長什麼遇見還不曉得 一發就八年了,二十幾年了 我想剛才這個聲音講得很好 先把這個土地 溜動環節留起來 其他把它拆掉,把它整平 變成公園,先做公園 讓這些附近這幾個里 有休閒的地方很廣大 同時 早上從別的地方來的 很多人坐公車 來爬山,順便客家公園玩一玩,走一走 我的建議是這樣的 讓你們要從環境評估 做什麼,讓你們專家的事情 跟你們,我們你們最主要都 每天看到都這樣子 都這樣子 都這樣子 我想這個事情再過八年還沒有開發 好的,余聖再見 余聖再見 謝謝 先把,你要先考慮到老百姓的方便 他是公園或停車場 方位也是方位在那邊的 其實我們都有請陳怡菲議員 張茂蘭議員 來會堪,好幾次 謝謝 第二個 請抱您的貴姓 我相信 還有議員 各位各位 大家好 大人名 一姓劉 劉曉 是這樣 我們先針對這個文字上來說 我從第三種商業區 比較原計劃跟新計劃 可以看得出來他把福德派出所 把福德派出所畫掉 那就是說原來福德派出所 應該是要併入商業區 然後現在的公園 加上警察局的部分 原來將來是應該整片都是公園 那他把他畫掉的話 是也不去交代說 將來這個福德派出所要放在哪裡 所以是不是就是他的第三種 他的新計劃裡面 第三種商業區裡面 就不會有派出所 所以可能派出所就要留在原地 那就相對於我們的公園的面積要變小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差別 那我希望說 我自己是有到區公所裡面去看 這個原計劃跟新計劃的差別 那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我希望說他不要讓這個公園又缺角 那就讓原來比 所以我意思說 你的新計劃Sports應該要比原來的計劃好 是改善的 而不是變差的 所以我希望這個福德派出所 還是併在這第三種商業區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原計劃裡面有講說 至少要在公園下面要蓋一個500個停車位 可是在新計劃裡面呢 他就不提停車位 他就試情況而定停車位 那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第一照道理講 公園底下的停車位是給我們這邊 大家都沒有停車位的四層樓的公寓 大家去使用 那可以紓解這邊停車位不足的問題 那第二就是在原計劃裡面Sports商業區 他商業大樓大家來shopping 他如果要停車的話 應該是停在他商業區裡面的 地下停車場 這兩個停車場是應該分開的 不應該合併計算 那現在呢 他的新計劃裡面就很含糊的帶過去 也不說至少500個停車位 然後呢 他意思就是有可能商業大樓全部都蓋商業用 那商業大樓所需要的停車位呢 就把它移跟公園底下的停車位合併了 那這樣子我們周邊這些沒有停車位的 四層樓公寓的話 能使用的停車位就減少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光是這個新舊計劃的變化的文字上 你就可以看出來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幫我們緩應說 新計劃絕對要比舊計劃好才可以 要不然就不要再有新計劃 好 謝謝 其實這個博德開發不管是有缺點 他跟地方上已經討論了好幾 那希望是這樣的是不是